根据外电的报道呢 最近乌克兰发起了大反攻 但是在这个大反攻进行的期间呢 传出了辛卡科夫卡这个水坝被炸 那这个水坝呢 其实是在地涅薄河沿岸 那这个大水呢 因为这个水坝被炸的关系呢 现在担心的是说 水的泛滥会阻挠乌军的反攻呢 可是在担心这个事情之余呢 更担心的其实是平民百姓 6月6号传出了这个地涅薄河畔 这个属于辛卡科夫卡的水利发电站的水坝 遭到破坏 而会决呢 危急到的就是赫尔松地区 一万六千名的民众 那这个地涅薄河沿岸呢 有八个地区 因为这个水坝被炸而犯来承灾 乌克兰当局呢 就指控说这是俄罗斯所做的 因为呢 为了要阻止他们的反攻 所以呢 炸这个水坝 但是俄军方面则说 这个不是他们做的 而是乌克兰军队自己炸的 这件事情 孝伟雄觉得呢 其实说真的还真是扑朔迷离 就有点像是北溪二号 北溪这个天然气管的事情 重新再又发生了一次 那其实这个事情 其实对双方的确是互有利弊 所以在互有利弊的这个情况下 你就要看到底 是谁会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也有可能搞不好是第三方 因为为什么呢 首先 这个水坝如果被炸了 的确 它并不利于乌克兰军队的反攻 这是事实 但是相对来说 克里米亚的淡水也会出问题 因为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那边的供水 就会有出问题了 对 供水就会出问题 然后那克里米亚的供水出问题的话 影响到那个 其实整个克里米亚的这样一个居民 而且其实俄罗斯当初 为什么要宣称他们要收回克里米亚 就是因为过去在苏联时期 克里米亚划给乌克兰以后 一直到今天 克里米亚的恶系 就是恶意的人 还是多于乌克兰尼的 也就是说你俄罗斯在哪里 你要去考虑 这些你的俄罗斯兄弟们的这样一个生活 其二是 这个水坝被破坏以后 你上面几个地涅泊河上的这几个核电厂 你可能没有足够的冷却水 可能没有足够的冷却水 这个对于核电厂来说 其实很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当然以核电厂来讲 它的内循环的水是不会跑到外面 因为内循环的水是高放射性的 但是它有那种外循环用来冷却机组 就是它冷却机组后 那个冷气的蒸汽 需要冷却成为水的那个部分 那需要大量的水来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世界各国的核电厂 要么就盖在大河边 盖在水坝边 要么就盖在海边 因为才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原的水嘛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 你地涅泊河上这几个核电厂 未来如果因为冷却水的不足 那当然有可能是马上要面临关机 那如果不关机的话 那演变成核灾的话怎么办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地方 今天如果说是俄罗斯人去炸了这个水坝 那摆明了就是杀敌1万 自损3万的这个事情 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讲 它其实也有炸掉这个水坝的 良好的这样一个理由 为什么呢 因为它如果炸掉这个水坝的话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你这个其实也是反向来看 就你克里米亚的这些居民的淡水问题 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其实就是会拖垮你 就把难题丢给俄罗斯 对就把难题丢给俄罗斯了 那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的话 那某种程度来讲 现在到处在说 这个乌军在到处大反攻 那但其实这个水坝炸了以后 当然其实对俄军来说 它在防守上有利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 它这个所谓的防守有利 也只有一段时间而已 过去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不是也曾经把这个黄河这个决堤吗 这个黄河决堤 结果搞了半天 也真的没有 并没有阻碍日军 阻碍了多久 反而真的是让广大的人民 这个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也就是说 今天你这个决协这个部分 的确对战局是有一定程度 那个可能可以组织乌军的反攻 但是也弄不了多久 等到你这个洪水退去 乌军还是一样可以利用 原先的这个路径 开始进行反攻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说到底是谁 破坏这个水坝呢 还真的是有点这个扑朔迷离 各有利弊 对其实真的是对各方都各有利弊 所以说以乌克兰来说 实在看不出它有什么动机 要去毁掉这个水坝 而且你知道它毁掉这个水坝 假设说万一它的这个大反攻成功了 收复了这些师徒 它还是要去设法 去重建这一大堆这个基础建设 否则它人民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维持水准这样的生活嘛 是 对啊 可是现在这个水坝被炸好 其实担心的还包括了联合国 因为刚刚讲说有非常多的问题 联合国像是这个人道事务 还有警察 以及援助的副秘书长 格瑞菲斯就表示说 这个水坝损坏 是俄乌战争以来最重大的民用基础设施 遭到破坏的事件 当然除了影响到粮食跟用水之外 也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说 对于核电厂 尤其是杂伯罗俄的核电厂的安全性 所以紧急开会 然后中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张军也表示说 中国方面对于这个水坝被破坏表达严重关切 但是接下来到底包括中国 还有联合国的其他成员 能够采取哪些作为以避免这个事态进一步扩大呢 老师 我先告诉答案吧 我不是那么乐观 第一个联合国现在这个组织 这个常任理事国里面 俄罗斯也在里面 对 美国也在里面 中国也在里面 这个利益相关方都在里面 谁要提出一个对方不是太有利的 他就否决就可以了嘛 联合国的确功效比较不张 变成一个舆论战的战场 那而且这个水坝被炸掉 你刚刚讲这几位大人物在联合国里面 他们都说 都没有人像你刚刚问孝伟雄一样 就翻转到谁对谁错到谁炸 他们完全都避开不谈 就表示说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根本就很难去判断 或搞不好他们心里有一本账 他们也不讲 但是从我们的旁观者来看 尤其在我看的消息的时候 我刚才去看YouTube那个 那实在是老百姓蛮惨的 因为那水这样弄全 一万六千人 有人抱着小孩抱着小狗 要赶快逃离家园 是还蛮惨的 但是呢 刚刚孝伟雄讲了很多 从战术面 我们讲一点点战略上讲 国际关系其实很明显就是 大国很怕被小国拖下水 小国很怕被大国被抛弃 对不对 所以你刚刚最后讲说乌克兰 好像没有什么诱因 也有一个诱因 因为乌克兰希望大国都来关注我们 这个战争来帮助我们 所以他希望把事态扩大 换句话说水 拖下水 我从这里这样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战略上的考量 对 这是有可能的 乌克兰是变成大家的事情 变成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来参与 可是这个真的是很麻烦 因为对很多国家 尤其欧洲的国家 生活的水准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我当然是希望说 这个事件让大家觉得升高了 大家都警觉了 是不是大家都一起愿意坐下来谈 变成将来可能赶快来 展开和谈的一个契机 这是我们个人小小的期望 但是你刚刚回到你的问题 说在联合国的这个层级 这些大国怎么样 在联合国来讨论解释这个问题 这个部分我们不是太乐观 长期以来联合国都只能呼吁呼吁再呼吁 就双方冷静 然后可能没办法解决问题 战场上面最近也传出了 瓦克纳集团的首脑普里格金 在画面的右方位看到 他最近有语出惊人说呢 他是嘲笑俄罗斯的国防部 发布这个战果 说这个俄军有在抵抗乌克兰的这个反攻 有重大战果 他是说呢 这根本就是荒诞的科幻小说情节 就是唱衰俄军了 那另外呢 在右下方你看塞尔维亚总统武器级 本来他一向都是比较亲俄的 最近奇怪 大家觉得说怎么改变立场了 因为他表示不反对 透过中间商出售弹药来援助乌克兰 朱老师怎么合并来看这两件事情 好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看到塞尔维亚 因为武器级最近说 他本来跟普丁之间有三个月定期会通话 现在已经取消了 他主要这个原因还是因为在西方国家 要求 就是说都很多国家承认所谓科索沃的独立 那他希望西方国家改变这个立场 特别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那时候欧洲议会就通过这个决议说要承认科索沃 那现在这个压力越来越大 然后他国内又开始这个示威暴动 所以他 那很多人都认为说科索沃就是塞尔维亚境内的这个乌克兰 所以他现在就要把自己跟乌克兰有一些连结 说他不是这个俄罗斯 你不能把这个科索沃看作是乌克兰 感觉有移情作用 对 所以他就要去 就表示说他也愿意去支持这个乌克兰 然后他也跟普丁没有关系 我觉得是因为有这个科索沃的因素在里头 当然我们回来看俄罗斯 其实这个关于这个瓦格纳集团的这个领袖 叫做普里格金 他最近不断地批评普丁 然后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事情 普丁竟然没有回击 我们都认为普丁是一个独裁者 他是在国内拥有绝对的权利 但他对于这个瓦格纳的领袖 好像是非常的宽容 这当然是因为有四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最近这个乌克兰的这个 其实不是乌克兰公开的所谓的反攻 但是的确可能一般认为是乌克兰支持的一些军事团体 在攻入这个俄罗斯的边境 贝尔格罗德 那这些地方 所以他那些地方 他有些城市一系之间人都走光了 那所以现在连俄罗斯 连莫斯科的近郊都感觉到 可以感受到这个无人机的攻击 所以大家现在对普丁很不满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说像瓦格纳的领袖 他本身也是所谓的这个叫做寡头出身的 他也是像当年90年代那个时候 苏联刚解铁的时候 那一群掠夺国家资产 然后发大财这一群人 那么这些寡头的富豪呢 是普丁政权非常重要的支持者 所以普丁不敢动他们 这个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现在俄罗斯境内 会面临到不断的有无人机的攻击 所以这些民族主义者就拼命跳出来攻击普丁 所以普丁也就是 这个等于是四面树敌 所以他的声音会越来越小 跟这个也有关系 因为他们就说你普丁根本没有不行 你打仗是失败的 然后让这些人攻进来 第四个当然就是 有人认为说这瓦格纳基金团领袖 未来有可能会挑战大卫 所以普丁可能 威胁到普丁 他现在就说我要收拢他 我如果对付他的话 人家就把他当作 反过来打我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宽容他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普丁压力真的是不小 那其实除了普丁之外呢 回到台湾台积电压力更大 因为股东会上面小股东最关心的问题 竟然是缺电危机 怎么回事马上回来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欢迎继续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的 就是台积电在六号举行了股东会 那么股东呢 最关心的议题 竟然是台湾的电力政策 好 那担心的就是呢 台积电因为要生产 所以呢花很多的电 还有包括要很多的水 那尤其是电 会不会缺电 到底能不能够相信政府 就问到了在场的台积电董事长 那么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呢 就特别回应说 他说的是这样子 政府认为电是够用的 重点在这一句 我们也只能相信 而且他点到了 绿电不足 确实会影响到台湾整体的竞争力 所以他也提出建议 认为政府应该要重新检讨绿电政策 此话一出呢 今天民进党团立刻就回应了 说政府如果让台积电 还有刘德英呢 有这样的疑虑 那应该要赶快的进行改善 包括呢 上个会期修法通过 开发新的绿能来源 还有电网的强认 强化这个电网相关的措施 同时呢 督促台电还有经济部 在前两天呢 6月5号的时候呢 谈到了电的问题 能源政策的相关的一些议题 这个赖金德副总统呢 也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才说 非核家园的理想是没有改变的 未来也会持续的再加强推动绿能的发展 而且前阵子呢 大家如果有印象还知道说 这个赖副总统还抛出了说 核电就算是停机了 但是呢 还是可以当作未来如果电不够的话呢 紧急备用 5月31号 经济部长王美花也说 电力有故障要停电 这绝对不是缺电 跳电跟缺电是不同的 台湾的妥善率在国际上是很好的 另外台湾的绿电呢 大力发展是蔡总统在上任之后推进的 马英九前总统呢 当时所定的标准是更久跟更低 这是经济部的说法 好 产业方面说话了 特别是护国神山台积电说话 那执政的民进党呢 现在还是得面临 毕竟执政的就是民进党 那现在面对能源可能短缺 供电不足的问题 当然总不能说会改善 会改善 但是怎么改善呢 卓老师您觉得 好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 我们先要看到就是说 为什么政府这么重视台积电 因为这个台积电 以及整个晶片产业 几乎变成民进党产业政策的招牌 某种程度变成他唯一的招牌了 所以而且又是在他任内 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 大家很担心台积电被迫要减少在台湾的产能 所以他当然特别重视台积电的这个 complaint 但是我其实很怀疑 因为刚才提到就是说 未来是不是整个绿能的比例 在2025年可以达到11% 我对这个数字是怀疑的 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数字 2016年的时候 台湾发电的绿能占比是4.8% 到去年2022年占比是8.2% 换句话说 6年我们从4.8涨到8.2涨了3.4 那么你到2025年 就是距离现在还有3年 你要再涨3% 等于是你的那个成长的速度要倍增 这个其实我认为有一定的难度 当然即使涨到了11% 那你还是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原来的目标是20% 所以你就算到了11% 还是远远的落后于你的目标 更何况我们刚刚讲到 在202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去年的绿能占比是8.2% 而核能的占比也是8.2% 对 换句话说两者是相当的 那你如果按照你的非核家运 在2025年要全面停止核电 那你从哪里去补足这8.2% 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大家也知道 这两年台电严重的亏损 2022年2023年 台电总共亏损多少钱 5640亿 那你从哪里去补这个 所以这真的是全民买单 因此发展绿能对不对 当然对 我们应该要发展 要大力发展 应该是同步进行的 问题是你要同步进行的 对 你的目标是不是合理 你的做法是不是符合效益 你有没有兼顾到台湾的能源安全问题 现在两岸这么紧张 我们的能源到底能够独立自主 能够撑多久 我想这三个问题 才是今天大家去指议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你看到刘德英的话都说得这么白了 然后台湾缺电 然后绿能不足 就是说虽然有在发展绿能 但是它的电力的供应的量 到底足不足以能够这个产业发展所需 现实状况到底是如何呢 因为毕竟谈到了这个核议题 就是反核是民进党的神主牌 这块是几乎是动不了的 所以能源政策有没有会有解决的方法 对于选情会有多大的影响 其实如果今年夏天 台湾再一次大规模跳电的话 就是因为电力不足造成了这个电力 电网的这个崩溃 如果再发生一次 我想大概明年年初 赖副总统大概真的不用选了 因为台湾现在的问题是 它今天不仅仅只是说 它的发电量已经是很紧绷了 甚至于说像就我了解 在这段时间之内台电会排定 因为原先比如说 它每一个电厂 比如像大潭电厂 假如说它八个机组 它应该八个机组 要安排时程轮流的 要进行这样的维修或翻修 但是它现在都会 比如说今天这个机组 其实可能假设 6月7月要翻修 因为它一翻修是翻修3 4个月 整个机组就不能用 而且其实像大潭电厂 那么大一个电厂 可能一个机组 它一个机组的量 可能就占掉台湾大概 可能搞不好1到2%的电 所以它就会要求 这个机组延迟大修 比如说你就排到冬天 再做大修 其实也让这些台电工班 累到翻掉 因为为什么 原本你因为按照时程 来做这种大修的话 你可能把每一年的工作 比如说八个机组 你可以分配到每一年 平均分配到这个时间来做 但是结果变成说 你通通机到冬天来做 就变成说这些工班到冬天的时候 都没有办法顺利的 或照原先的这样的状况修夹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 他们现在强力推的绿能 绿电的确有 就是说 当然是感觉好像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但也有个问题 像太阳能发电 的确现在太阳能发电 因为今年去年天气都好 所以它能够达标 但是风力发电呢 风力发电 他们往往用一些话术 来让大家以为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比如说 假设说我今天弄100个 这个电风车 所以我的装饰电量 也就是假设说 这个风车假设 它每一支 都能够百分之百的发电 就发电到它的理想状态 那当然可以产生多少万千瓦的电 但对不起 台湾夏天 基本上西南风 是吹西南风 没有东北风那么强 是 台湾真正需要电的夏天 往往它这个所谓的风力发电 大概只能提供35% 就是发电量 是装置电量的35%到40% 不超过6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基载电力那么重要 核电你不要了 说不要就不要了 然后变成说 你必须要大量的提高 天然气发电 甚至于火力发电 作为它基载电力的 这样的电力来源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说 然后呢 又用到这个绿能 等于作为它的紧急备用 那个紧急备用发电 那这个时候 只要有任何一个状况 突然发生 比如说像上次 那个大潭电厂 因为一个 控制上面的一个问题 导致整个电厂停摆 一个大潭电厂 就占掉台湾十几%的 这样一个电 而且大家大潭电厂在哪 大家知道吗 就在观音的海边 这个观音的海边 那个电厂 被敌人一攻击的话 如果真的 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 那台湾的这个电厂 大潭电厂被攻击 然后被迫停机 整个电网 你不是又挂掉了吗 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 这个包含被载电厂 都崩到非常紧 可能就是 大概10%不到 就是每天的这个 整个台电的这些高层主管 每天就看这个 配电的这样的东西 每天都在那个头皮发麻 这样这个情况 你说基本上 不是这个 现在这个执政党 造成今天这样的情况吗 今天这个执政党 其实做了八年下来 有太多事情 做了很多 感觉听起来很美好 他们 我觉得这个执政党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们把很多科学的问题 跟法律的问题 弄成政治问题之后 用民粹去解决 这个就是今天 台湾发展很大的一个困境 赖清德副总统 那时候在2018年 他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其实当时就已经在讨论说 缺电的问题 对 不过那时候他的说法是说 台湾的电不是不够用 是剩下的不够多 有剩但是不多 所以大家就觉得 我们想的跟这个 当时的行政院长 就是赖清德 想的这个逻辑 怎么会这么的不同 是在不同的平行宇宙吗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发电它本身 是一个科学问题 就是说因为电这个东西 它最大的问题是 你发了电之后 它没有办法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你看它没有什么 所谓的尖峰跟离峰的问题 你说离峰 你说我们多发点电 然后储存起来 给尖峰用吗 对不起没有办法 除了像这个明潭 也就是日月潭 那个抽搐水利电厂 比如说我这个 因为要调节性 我证明说我这个 半夜把水抽上去 然后白天把水放下来发电 但那个整个明潭 它其实提供台湾 才多少这样的电力 对也就是说 因为你电发了之后 没有办法储存下来 所以也就是说你今天 台湾的那个 就是说应该所有 全世界的问题都一样 你面临到电力有吃紧的时候 就变成说你所有的机组 都要维持正常运转 不能有任何差池 只要有任何一个 到两个大的机组挂掉 对不起就是全台大停电 因为我们的电网 是一个联动式 也就是说今天你这个电 要能够丢 你这个所有大电厂 要能够丢得足够 电到电网里面 才能够维持这个电网 百分之百的运作 像譬如说现在台电 做了很多的努力 譬如说第一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这个机组的这个税修实证 第二其实它慢慢的 也不跟大家讲 就是说它其实有把这个 电压或是电流速 稍微向下调 为什么因为稍微向下调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的电力的需求 就没有那么大 那就可以满足民进执政党 说我们现在不缺电的 这个问题 但其实很多观众朋友 大概都会有一个感觉 为什么这几年 家里面那些冰箱 或什么这种常用电型的 这种电气比较容易坏 有降载 都是因为降载的关系 所以降载的关系 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你说我们真的不缺电 其实台湾真的早就在缺电 就不能出差错 对不能出差错 一出差错的话就跳电 这个对台电来讲 是一件很上市 那你更不要说去面对 军事冲突的时候 面对军事冲突 很多人说这个军队 还有自己的备用发电机 这些备用发电机 其实烧不了多久 你没有办法让它能够 持续一个长时间稳定的发电 甚至于说像我们的 这个乐山的长城预警雷达 拉了一条超高压 输配线上去 你就知道这个 这个预警雷达有多耗电 所以夏伟兄刚刚有点到一个重点 就是除电跟除能这个部分 其实刚刚讲说不只是台积电 你说台湾还有很多这个 晶圆的代工厂也好 或是说其他的相关 它需要电来维持制造的能量的 那他们用这个再生能源发电 除能设施 他们目前是怎么做 来以备不时之需 吴老师你也了解如何 这个其实在夏伟兄刚刚讲完之后 这个议题其实就应该结束 因为这个就是结论了 因为它就是一个科学问题 一个工程问题 所有的数字都非常非常清楚 你现在问这个只是一个 技术上的问题 那厂商当然就自己准备发电系统 柴油发电系统 还有各种要不要稳 要不断电系统 一定会先做准备 要做自己的准备而已 因为他知道说随时有可能 时不时就来一个跳舞 因为从工程的角度 我们都算得很清楚 那台湾这几年没有发生 刚刚讲的那种大规模 那种致命性的 实在台湾的运气也是真的不错 去年好像不是太热 对不对 然后什么时候必要的时候 就正好都过去 但是你用这种挖东墙 补气墙的这种方法 最后总有一天 你会碰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 那时候就很麻烦 那企业当然要自己先准备 因为我们要发展绿能 为什么要绿能 就是为了要救这个地球 希望这个不要地球温室的效应 要保护地球生态 可是西方的国家也很聪明 会利用这种所谓的绿能绿电 这个理由呢 来创造很多非这个关税的 贸易的各种的障碍 你这个国家生产产品 如果不是绿能的 或你不符合解碳的标准 你不让你进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缺绿能缺民重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出过绿能 你就会把生产符合国际的 将来的这个标准产 那叫碳碎 对 但其实核电是绿能 在国际上把核电自为绿能 其实国家已经把核电 列成绿能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